努尔哈赤为什么敢和明朝撕破脸 你以为的当时的明朝体量巨大 努尔哈赤敢拿七大恨做理由和明朝干是以小博大 但实际上在努尔哈赤的眼里 当时的明朝可不见的是一个难啃的骨头 先说努尔哈赤这个人 很多人都说他是明朝的忠臣孝子 李承良的好孙子 这一点你看他的履历就知道了 努尔哈赤从25岁起兵再到59岁造反 这30多年的时间里面 努尔哈赤始终都是明朝在东北军事组织当中的一部分 时不时就领兵去打不服朝廷的海西女侦 而明朝在东北的军事领导们 对于努尔哈赤这个人也是赞不绝口 各种夸奖 至于明朝的朝廷 对于努尔哈赤也是相当给面子的 从万历18年到万历39年 朝廷每年都要去款待他 没事就让他去京城聚个餐 每次给他赏赐也不少 比如万历34年 也就是1606年的8月 记载当中说 都府等前六万余人尽规故里 士文上家其功 先后与士诸臣 及贡仪努尔哈赤等各赏银两一叉 还有万历39年 也就是1611年的10月 颁给建州等位 补贡仪努尔哈赤等250名 各赏捐匹银钞 明朝给的多 努尔哈赤干的也不少 不仅斩杀了截略明朝的叶赫部罗首领 还在万历抗国援朝战争当中 主动请求出兵朝鲜 抗击日本的倭寇 就这个表现 那标准的大明的忠臣 那为什么好端端的 最后这两边会闹掰呢 其实七大恨也好 被打击报复也好 这都是虚的 和安禄山起兵说 清军策是一个道理 地方军事敢直接明晃晃的 和朝廷对着干 根本原因就是朝廷不行了 明朝在明神村后期的军事 究竟有多糟糕呢 先说辽东这个地方 我们之前就提到过 明朝对辽东的管理 完全是依赖朱元璋时期搞的军囤 可是明代的军囤 在嘉靖朝之后就已经崩了 明朝在辽东的军户大量逃亡 军事力量本身就大打折扣 至于京城的三大营 在龙庆时期以后 就已经变成了给皇帝修庙宇的工人 至于明朝九边的兵力 被注水多少 吃空想又有多少 只怕万利自己都数不过来 你想就连契机光 都要想办法给文官送礼 那这管理层很明显早就烂透了 特别是冀州兵变 朝廷不仅不给士兵发工资 士兵讨薪最后 被自己人偷袭 全军被害 这些问题 在辽东干了三十几年的军官 诺尔哈赤怎么可能不知道呢 所以为什么他敢在这个节骨眼上反明 就是因为看起来庞大的明朝 管理系统已经烂成筛子了 当一个王朝内部运行还算健康的时候 周围都会乐呵呵的给你笑脸 可一旦自身开始出问题 那恐怕连自己内部都稳不住 毕竟在国家势力的对抗当中 蔡就是最大的罪名 对抗当中